今天第三场积极对战ACT的第一局上半场 双方第一波 这边律师 有一说一呢 女鬼选择来大防抓律师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这个律师的难抓程度 我觉得不亚于 甚至要超过抓古董 抓这个杂技啊 这律师跟你绕着 跑着跑着 对吧 这一速至少三圈 至少三圈 三圈绕完呢 差不多总量应该是三 大概3824的样子 就两台半 两台半应该是起步 然后如果说在过程当中 女鬼如果在那个连跳的时候 但凡断一波 我真敢翻呀 这律师真的玩 玩久了以后你都玩不了其他角色 就三圈绕完 然后逼出闪现呢 我觉得这个局求生者 其实就有机会能够去跑一个了 有机会能去跑一个了 也不叫有机会跑一个吧 修正一下 应该是有机会 哎呦 卡了一手 交闪现了 完了 这把取悦 取悦就 大家注意啊 看到了吧 就一点都不卡 非常非常丝滑的情况下呢 差不多是两台半 但凡你中间有那么一点点的卡到了 没有那么的顺滑 好了 这块板子一下 那就三台了 三台的话呢 求生者就有机会去修量密码机 准备跑了 跑几个 根据实际情况看 或者有可能三人开门战什么的跑不掉 但有可能 只是就穷者有机会把密码机修完了 许悦这一手 抓人 应该是一个 三人开门战 然后三人开门战 看他留几个了 挂飞 傭斌这边的话 卡半就一波 后面古董商就来打架 打四人开门战 有点风险的 毕竟就是对于 机器来讲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 这边富兰能溜的这么好 所以说他们的一个战术安排准备 我觉得他们可能压根没有会 没有会去想 那个要争四人开门战的 就这把看一下吧 我觉得如果说压着选择不救 然后卡死救 选择把机子压好呢 会更稳一点 他卡半救呢 这样是有四人开门战的面 因为这边律师挪一个点 然后后面的话 傭兵去补那个古董商的机子 古董商来救人 或者杂技来救人 都可以看谁进 救完人以后扛刀 四人开门战 这好难得呀 打女鬼四人开门战 傭兵这边翻护壁了 我那个老天 那就是傭兵救两波了 哦原来这么打 傭兵摸的跟针 傭兵救两波 不干扰 就是这样的话 密码机就会不干扰 可以直接修完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比我刚刚想的要好一点修正一下 这个选择比我刚刚想的好 而且呢 可以把户币给到这边的队友 哎 户币没有给 机子好了 一个户币跳过去 吃一刀救下人 因为你如果说考虑到有换人过来救呢 有可能机子会不够 被抓到一个逼救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呢 机子是肯定够的 四人开门战 感觉这把女鬼要是被保平 那求生者就相当于打出四跑的那种感觉 女鬼要是三跑 这都在催年呢 而且现在击倒的这个傭兵 你挂不挂的 你不挂他有自欺 你挂的话 这个傭兵挂上门 还没开 皮皮虾 这边古董商离的并不远 富兰的律师也 在地图的另一角 都是可以赶过来的 这边的话交传了 那边80 杂技 杂技 现在手里面的一个道具是非常充足的 回溯 想要杀个回马枪 那这样的话 杂技应该是可以顺利的把门点掉了 这波回溯的话 你别说 这波回溯 我觉得穷者多跑的面就出来了 因为这波回溯 等于说什么都没回到 你再赶过去 这边人 人走茶凉 然后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 面对的是个战力非常满的古董商 有棍 啪啪 两棍 三棍 18秒 18秒能不能走啊 这古董商还不想走 先让队友把这傭兵救了再说 我先跟你玩 先给你拖 30多秒挽留 待会说不定队友还能来救我 那杂技满血 对不对 队友还能来救我 我们说不定还能打一个 总不能奔着四跑去吧 这个时候取悦 叶刀 没打中 虾哥 这波古董商没走 真的 我感觉他们有别的想法 因为挽留确实快结束了 就等到你挽留 你击倒我了 挂上了 挽留也结束了 我这边还可以再继续慢慢打 因为我们杂技身边是个满血 杂技是个满血 挂地压室 地压室 佣兵有一根针状态可以补满 律师门开了 其实三跑是已经锁定了 就看球师想不想针这个四跑了 杂技的话好像走了 走了的话就是不针了 三跑 过年了 打女鬼出现三跑 还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抓律师啊 大防的这个律师真的不太好抓 就我看了这么多比赛了 抓律师 没有特别快的 就律师他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操作 我就跟你绕就好了 我就跟你绕就好了